我覺得愛不是一天兩天 而是一輩子 那有些人總是把愛談得太隨便太簡單 所以我建議 不管男女在婚前都要秀這些課程 希望有政府來設定才能結婚 那否則就是罰員或是先罰員 在於婚後補上課 再退原先繳的費用 那所以我希望說像學校 國中以上的學校能夠多安排 像廖慧英老師這樣的專家 到校園內嚴家 謝謝 好 謝謝 不過這也是很有趣的觀念 就是說你要修完課才可以結婚這件事 不過我們等一下再來討論 新竹的葉小姐你好 喂你好 請說 我現在有個狀況 因為我當初是申請法院離婚的 結果法院在我們結一離婚之後 法院就是我們要爭取孩子的監護權 法院就派家府中心的人來我們做訪事 可是出現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況 那個訪事人員是一個很沒有經驗的小姐 他我先生到處都是講謊話 他根本失業很久了 也沒有正當的工作 他爸爸媽媽年紀非常大了 然後更沒辦法照顧孩子 可是他就告訴那家府中心的訪事人員說說 他有薪水什麼什麼的 都亂講 然後他都不用提出任何的證據 那家府中心就單面的就相信了他 然後我就很據實已告訴我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結果在這種狀況上 因為我誠實已告 我反而處於劣勢 謝謝葉小姐 我大概更清楚您的問題 不過我先請教一下月明就是說 他談的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剛剛談到說 法官在判決的時候 很重要的依據就是這些社福機構所寫的報告 如果說那個社福機構的訪事員 是一個沒有經驗的 然後那個男方或女方講什麼他都信 然後是不是講謊話的會得到比較大的好處 這公平嗎 我是覺得可能就是說 其實社工有他的專業在 就是說他今天要去做出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的社工有認證嗎 就是我們其實是要有專業的大學的資歷 另外就是說現在也有社工室的考試 還有就是食物上的督導 那任何一個社工的報告都有他的督導 還在看過 那他的養成的訓練也是說 不是只有聽信 就是對方到底陳述了什麼 他其實要去觀察一些事實的資料 所以譬如說如果這當中要牽扯到他 仿視報告那樣要理解他的經濟狀況 那可能要提出相對的證明 譬如說他有一些公司的在職證明 不是說我很有錢我收入多少 不會是說真的根據單方的說詞 然後就把所有他講的東西 通通都進到報告裡面 就是社工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做評估 就是他去評估 他今天所講出來的是不是有符合事實 但是葉小姐講說那個南方都是講謊話 但是如果說你跟他講謊話 這個訪視員如何查證 連我們媒體都很難查證 各橫框的訪視員 對所以這個其實這當中就需要運用一些專業嘛 就是說他今天跟你講 剛剛其實那位葉小姐提到是說 社工他可能他之前那個先生 他講了很多什麼 他收入很好什麼什麼的 那如果就有一個比較專業社工的評估 他其實會請他提相關的一些證明文件的 如果那個已經牽涉到可能將來承到這個法官面前 法官也要做一些裁判的依據的話 所以包括他的健康資料 他的一些收入證明 這個其實都要提出來 不過陳律師我要請教 那個桃園的周小姐 他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問題其實也很典型的 是一般大眾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我認為錯不在我 錯是在他 然後所謂的我想離婚 但是他不離 然後他說如果你要離的話 瞞天開架然後中間 這個情形到底該怎麼辦 當然剛剛那個案例 應該是已經符合了法律上面 離婚的一個通姦的要件 那當然因為在舉證上面 現在還不確定實際的案例的狀況 到底有哪些具體的證明 那如果沒有一個我們傳統所謂的抓姦在床的 一個狀況的話 那可能像剛剛比如說對方都已經坦承了 他有一個通姦的事實 對 那我們可以 如果他願意用書面的這個文字來表示 或是你錄音 這些將來都可以在法院上面 當作一個通姦事實的證據 OK 就是我們談的第一點 就是重婚或通姦的話 法院就可以申請 那當然我認為他們現在的困境應該是 我想當時也不願意到法院去肅請離婚了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 我想兩方面僵持 就一方面滿天喊假 那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坐以待斃 那是怎麼台灣人都不怕換衣 那個是真的上法院很丟臉嗎 我想傳統的觀念還認為說 到法院其實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而且確實像離婚訴訟在食物上面的 這個歷史也可能會很長 那所需要花費的精神其實也很多 所以我想一般民眾可能在發生離婚 有這個相關狀況的時候 不太願意到法院的原因 大概是這樣子 是是是 剛我們談到所謂的監護權 散養費跟子女的撫養費的部分 其實還有很重要 就是財產分配的問題 其實我為了這個家庭付出這麼多 結果財產都分給他了 或是有的就代理了 其實台灣現在呢 大家都說希望大家可以百年好合 不過這種百年好合 大概只有在童話故事裡面有 外國在看待離婚跟台灣在看待離婚的觀念 是完全不一樣 尤其是在財產分配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離婚之後 到底雙方如何主張自己的財產分配權 假期隨機 假狗隨狗 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 勸和不勸禮 更是常常又來說服夫妻不要離婚的說辭 不過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 台灣每個月幾乎都有超過4000對的夫妻 決定要走上分手意圖 但是夫妻離婚從財產分配 小孩要跟誰都是個痛苦的過程 相較於東方對離婚的保守態度 在英國為了幫助孕偶們度過這段不愉快的過程 還特別在今年3月 舉辦了史上第一場離婚博覽會 提供各種資訊給打算離婚的男女 博覽會的現場不但法律諮詢 財務規劃和心理諮商的專家全部一次到位 甚至還有賣巧克力和精品的廠商 畢竟離婚以後更要對自己好一點 而從牧師所主持的離婚證詞來看 主辦單位是希望孕偶們能用另外一種角度 來看待結婚和離婚 結婚靠機會 離婚靠智慧 台灣人普遍沒有簽訂婚前契約的觀念 等到婚姻出了問題決定要離婚 才發現經濟弱勢的一方什麼都沒有 或許有個博覽會提供免費的法律及財務諮詢 才能讓彼此真的好聚好散 不過在談所有的問題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釐清一個觀念 剛剛有一個歐巴桑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告訴他的那個女兒就說 不管女兒怎麼跟你沾 怎麼跟你打你就要喝 這千千萬萬你就不可以喝 家暴是一定會重複發生的 只要有家暴就趕快打家暴鑽線 不要說忍耐 這個忍耐絕對只是在縱容而已 可是我們在談到所謂的離婚之後的財產分配 大家都有一些問題了 我們來看一看其實民法在所謂的財產分配上 也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根據是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 這部分呢 他講說主要是說剩餘財產分配 什麼叫剩餘財產 婚前的財產不算 你如果說這個問題來了 大家很可能都說 我們要結婚了 不然我們先來買一間房子 這個房子登記在女方的名下 或登記在男方名下 這個婚前買的房子 登記在誰那邊就是誰的 然後婚後的歸婚後 婚前的歸婚前 所以你們如果兩個要結婚 然後打算要買房子 就要考慮清楚 你是要婚後再買 還是婚前買 婚前買 登記誰的名字 這個關鍵都很大 現在民法所說的是剩餘財產 是婚後的財產 在扣掉婚姻 存續期間的負債之後呢 雙方剩下多少錢 譬如說我本來婚前 我大概有兩百萬 婚後呢 我們這個家庭呢 總共扣掉負債還有三百萬 那麼一人分一百五十萬 是這樣子的概念 這個是平均分配 還有請求權的時效 在你知道有剩餘財產的兩年內 以及關係 就是所謂離婚之後 五年之內呢 要去請求 再來就是說 哪一些不列入分配呢 第一個婚前的財產 誰的就是誰的 第二個繼承 還有無償取得財產 以及補衛金 然後這我再請教一下 尤其是現在大家想說 那好 那之前我們也看到一個判例 就是說婚前呢 是這個房子呢 是女方的名字 但是婚後呢 是男方在付貸款 這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在講說 結婚以後所有的財產一根一半 那財產不是指說這棟房子 其實是指說你結婚以後 所有的先生所有的財產 扣掉他的債務 以及太太所有的財產 扣掉他的債務 那這裡面就又牽涉到說 好 雖然婚前買了那棟房子 但事實上是婚後先生 用他的薪水再付這棟房子 等於是用婚後的財產 去付你婚前的財產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是說 你要從婚後的 那個所付的那個財產 必須要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算 因為那個不能夠說 好 我婚後的財產 全部都算進來 變成都是你婚前的 因為等於是說 你用婚後的財產 去繳你婚前的財產 所以那個部分等於是說 你婚前的財產欠婚後的 所以那個部分要把它算進來